锦衣之下范外四十,路易陪夫人去看病,却意外碰到大人最不想见的人。 大家觉得还行的话,帮忙在头像旁边点个订阅,点个赞,支持一下吧,谢谢大家。 夜晚,树林中静悄悄地,篝火上烤着路易打来的野鸡,一阵风吹来,香气肆意。 锦衣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冒游的野鸡,暗自吞咽口水,路易看在眼里,心中划过一丝甜蜜,无论如何,锦衣母子总算是平安了,她仅旋着的一颗心,也大可暂时放下。 陈福望着自家大人夫妇,心中甚觉自己多余,生平第一次,她也想成家了,陈福看得出大人担忧夫人,心底牵挂远在京城堂子里的小公子,但截然一身的她,忽然很是羡慕有家人牵挂的感觉。 话不多说,三人吃饱喝足稍坐休息之后,惊吓上车睡觉去了,路易继续赶车,陈福骑马跟在一旁。 和马车并肩前行,越往南走,气候越是炎热,初夏时节,南方的天气已经是艳阳高照,睡时闷热,惊吓不是应气温骤变,感染了风寒,原本不是大病,可她却额头滚烫,头疼得睡时厉害。 如今路易最担心的是惊吓身体,哪里舍得她受病痛折磨,望着地图再三斟酌之后,路易决定改到去最近的扬州城,只因那里住着当初给扬城万致腿伤的沈大夫。 路易把马车赶得甚快,惊吓坐在车里愈加难受了,但她也只能硬撑着,黄昏之时,三人终于赶到了扬州城,路易哪里有什么故地重游的雅兴。 进了城之后,驾着马车往沈大夫的衣馆驶去,层服骑马井跟骑后。 衣馆里,沈大夫正要关门,看清楚来人是路易之后,赶紧请进去。 沈大夫,我夫,不,远不快不慎得了风寒,有劳您给看看,路易对沈大夫很是尊重。 好好,沈大夫一眼看出惊吓面色不同寻常之人,红润中透着惨白,定是换了极其严重的风寒,诊脉之时,沈大夫看向路易,几次欲言又止,他诊出惊吓刚生产完不久,气血尚未完全恢复过来,因而身子虚弱。 路易只是轻轻摇头,示意沈大夫什么都别说,只管开药就好。 想来这沈大夫的医术虽不吉林林,但绝对不是一般庸医,他给金夏开的药,层服拿到客栈,殿小二帮忙煎好药之后,端进金夏房中,金夏喝完药之后,蒙上被子惊人梦香。 半夜,路易轻轻拨开门走进来,伸手扶上金夏额头,已经不烫了,看着睡觉姿势难看的媳妇,路易眉眼带着笑意。 第二日,扬州城里下起了小雨,路易吩咐层服道,就让金夏在客栈好好休息,三日之后再启程出发。 金夏在客栈睡了两日两夜之后,感觉精力充沛,他一大早用过早餐之后,便出了客栈,只是临出门前,金夏换上了男装,这样出门办事方便些。 大街上,人来人往,处处都是做生意的小贩,有卖包子的,有卖糖果的,有卖腌制水粉的,还有卖猪柴首饰的,望着琳琅满目的物件。 金夏感觉双眼都不太够用,看看腌制,又看看糖果。 突然,金夏发现好多人往正东方向跑去,边跑边嚷嚷。 周家姑娘要抛袖球了,咱们快去看看吧。 就是那个叫周雨的母夜叉吗,我也去看看。 老姑娘了,周雨抛袖球我看也未必能寻得良缘,去看看可以,千万别被袖球砸中啊。 对对,一听这话,金夏两眼放光,她生平最爱看热闹,于是随着人群往正东方向赶去。 几乎同时,出来寻找金夏的陆毅和陈福也听见了有人要跑袖球,陆毅寻思金夏一定会去看热闹,也跟陈福往东边赶去。 我也去看看,金儿水倒霉被袖球砸中,不远处一道熟悉的声音传入陆毅耳中。 陆毅和陈福对视一眼,惊讶地以口同声道,谢霄。 大家觉得还行的话,帮忙在头像旁边点个订阅,点个赞,支持一下吧,谢谢大家。